羽球运动因为入门容易 算是一般民众都蛮喜欢的一项运动 不过想要好好发挥球技 拥有一支好的球拍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握把舒适 轻巧不费力 都是球拍好用的要点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个道理用在打羽球也相当合适 如果可以拥有一支轻巧不费力 打起来又顺手的球拍 就更能发挥球技 线的棒数要够 然后重量不能太重 重点是自己打起来要顺手 对大概就是这样 你觉得一个好用的羽球拍 大概要有什么特点 应该要有轻巧 然后这个握把那里要软 然后线要有点弹弹的 不然打起来会不顺 然后挥的时候会比较好用一点 喜欢打羽球的朋友 一定会发现 球拍如果长期使用下来 经常会有握把胶带脱落的问题 或者是球线断掉 重新买球拍太花钱 球友就会找穿线师来帮忙修复 就这个握把其实已经就坏掉蛮久的 然后刚好今天来打 然后看到这个有这个服务 觉得很方便 然后那个师傅很细心 然后他帮我们里面内层外层都包装得很好 然后还让我先试卧看看说 这样子是不是适合 所以整个服务非常好 超乎我的预期这样子 现在板桥运动中心的一楼大厅 有穿线师注点服务 对固定来这里打羽球的朋友来说 就相当方便 而两位穿线师虽然是声障人士 但是也有打羽球的习惯 更能了解球友需求 做出更适切的服务 记者沈志勇林景瑜 新北市采访报导